两位教授 东方甄选在创业路上闹得一地计谋 你俩会不会有这一天 就这么说吧 我俩搭档已经十多年了 原来在电视台就搭档 后来又一块出来创业 我俩大家放心 不会闹那种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创业这种事 是属于是相互成就 相互理解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 自己都会意识到 发挥自己的优点 对方也让他发挥他的优点 相互弥补对方的缺点 两位教授 自己现在也有自己的公司 有自己的团队 我们就是十几个人 对我跟东方甄选比 那差太远了 人家都是一千多个人 但是呢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东方甄选 他们这个从上到下 整个公司团队 他们现在在所谓的 公司经营这个思路上 存在很大的问题 首先来说 他们认不清公司所谓的定位 还是那种传统的 公司运营模式 传统的那种家长式的 那种企业文化 来管理这个公司 现在做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 它就是个粉丝经济 它就是个兴趣电商 兴趣电商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人货厂 什么是人货厂 有人有货 才有厂 我从你这买东西 为什么从你这买东西 是因为你价格很实惠吗 价格实惠的有的是 再说了 你也并不是最实惠 就是因为我喜欢 你董雨晖这个人 所以我才从你这里下单 现在从上到下 对自己公司定位很拧巴 非是说喊男呀 抵制这个饭圈经济 都明白 就你这装糊涂 我俩就很坦诚 一点不避讳 我们就是靠粉丝家人们 养家糊口 那两位教授 你们要是董雨晖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没有董雨晖那么好脾气 我格局没那么高 要是我的话 我就一个字 干 干东方正确 干小孙儿 干老余 你说这话我信 以前的前三位 他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要是董雨晖的话 那肯定就是说 翅膀硬了 要才华有才华 要流量有流量 那就离开吧 好聚好散 人各有志 再说董雨晖 93年生人吧 今年也是30了 三十而立嘛 马上就面临 上有老下有小 这么一个局面 老罗说的对 不需要打工了 可以出来创业了 离开一个平台 是需要勇气的 但更需要的是什么 底气 勇气和底气 底气那绝对有 底气就是实力嘛 实力给了董雨晖 现在离开的底气 现在董雨晖缺乏的什么 就是勇气 董雨晖啊 赶紧离开吧 最后我想对董雨晖 再说一句 咱们都是读书人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很正常 有些坎坎坷坷 也很正常 能受天魔是好汉 不遭人度是庸才啊 董雨晖祝你越来越好啊 祝福你